三平米空间,12小时工作制,12天年休 这样工作8年,你会倦怠吗? 夜里外出,在小区门口打了出租车 上车发现是女司机,觉得亲切,和大姐攀谈起来 大姐开出租车已经8年,和老公轮流换班 因为身体的原因,她选择开夜班 夜班可能相对来说,比白班真的多一点 不,我比较怕晒吧,你身体不太晒 晒多了,我容易头疼 因为轮班总能有个人在家照顾孩子 才会选择出租车行业 但现实从来都在意料之外 这个城市,总的也就这么多人在打车 还有我现在还有网约车 职场中女性本就弱势 大姐也遇到过无数危险时刻 她不但轻薄你,还赔钱 还有,她还拿着水果当下轮 最后捞到派出租了 怕,也不怕 我算是女生了,从小胆气比较大 日夜更替,这个三平米的钢铁壳子成了大姐待得最多的地方 孩子长大,父母老去 夫妻担子加重 多重家庭角色让大姐不能再选择自己的生活 简单的逛街也变得奢侈 我大半的时间都在车 八百手指算一下,我逛街的时间就是三五天一年 喜欢逛街吗? 喜欢呀,谁还不喜欢逛街 成年后的生活不一定满足期待 但一定值得期待 车快到站时,大姐的小女儿打来了视频 要注意安全,喝一点水,我早点回来 哦,知道了,那你早点休息哦 幸福的家庭,懂事的孩子 无疑是生活给大姐最好的礼物 无论生活的压力有多么大 或者是生活给你什么 在你过去吧 就是这个跨文字 就是因为你 撑着 就已经没有别人来自己的 城市昼夜不息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立场工作 没有谁的工作轻而易举 但每个人都会免疫工作 因为工作最初的意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所以哪怕这份工作不被期待 只要锁定的方向 就值得我们每一次全力